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美你说之前你在脸书贴文分享美中的相关讯息 那很多人按赞对吧 那有没有人留言问你问题的呢 有啊 还有人问过我早上赶着出门上班 有没有什么快速彩妆的方法呢 那你觉得回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感觉自己受到了肯定与尊重 心里很满足 只是花不少时间也没有收钱 除非像我购买我推荐的产品 我才会有收入 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 的确会让人感到快乐 很多人在销售商品的时候 都会针对商品的好处 去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费尽了口舌 教育科目如何使用 目的呢 就是希望商品能够成交 因为只有成交才会带来实质的获利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如果你的回答对访客来说是有价值的 他们也都满意你的回复 把你当成专家 那你是不是大师对他们来说重要吗 舅舅你的意思是说 就算我不是大师也能开课吗 没错因为知识和时间都是有价的 许多人都低估了知识的价值 等于低估了自己脑袋的价值 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是花时间累积出来的 当你在回复别人的问题当下呢 花的是你的时间 但是对方呢 却节省了你过去所累积知识的经验的那段大量的时间 其实你真的有权利在分享这些知识和经验的时候 选择收费或者是免费给予 可是这样好现实哦 如果人家在FB问我问题 然后我直接说这个要收费才回答哦 那我的粉丝不就跑光光了 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任何的产品都需要包装 更需要行销的方法 如果你直接在脸书去留言回复对方的问题 这就是缺乏了产品的包装 如果你回复对方 这个问题要收费才能回答哦 这就是缺乏了行销的方法 哇 听起来好有艺术哦 可是网路上该怎么回答才能收费呢 如果问题很简单的话 三两句话就可以回答 那就当成是彼此交换意见 和粉丝维护友好的关系 是一种很棒的互动 但是如果问题是比较复杂而深入的 很难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 例如你刚刚说的快速彩妆的方法 这必须用到很多工具和化妆品 而且最好能够配上图片和影片的说明 像这类问题就很适合把它包装成一个课程哦 而课程类的商品呢 就属于知识型的商品 当你在回复这类复杂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说个大概 再告诉对方说 如果想了解更全面性的教学方法 可以参考我们的进阶课程哦 用这样的方法呢 让那些真正有兴趣的人来了解 并且去参加课程 就能够让你的知识变成现金啦 哇 这就是现在常听到的知识变现被动收入吗 是知识变现没错 但如果是诸教士开班授课 就不算是被动收入哦 真正的被动收入 就是把你的知识包装成可以大量复制的产品 比如说出版成实体书啊 电子书啊 或CD啊 或是线上课程啊等等 出版成实体书籍的成本比较高 不过呢只要制作一次 之后呢就能一直在版销售 如果是畅销书的话 哇那就有赚不完的版税收入 譬如说像哈利波特的作者 JK罗琳 过去几年的年收入都高达数十亿台币哦 太可怕了吧 居然能够靠出书赚那么多钱 可是出书对我来说太难了吧 嗯 出书对一般人来说啊 门槛确实很高 通常呢 是要等到你已经在网路上有了知名度 才会比较有机会 让出版社主动找你出书 另外一种呢是花钱自费出版 但是呢也要十多万的出版费用 但是呢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被动收入 成本低 但是利润却非常高哦 那就是线上课程 小米有问你 你的彩妆知识都怎么来的呢 嗯就是买出来看 或是看YouTube的影片咯 那你老实说是看书的时间多 还是看YouTube的影片多呢 嗯 其实是看YouTube的影片比较多啦 因为比较好吸收嘛 哈 的确 从这几年来啊 YouTube和Facebook的影片数量成长趋势 你就会发现 人们呢利用影音平台来吸收知识的习惯 越来越普及了 所以YouTube频道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搜寻引擎 许多人除了上Google去搜寻关键字之外啊 也很习惯直接到YouTube去搜寻关键字 然后直接找到影片来观看 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哦 所以呢 你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你的经验啊 包装成影片 然后放在网络上去做销售 就是一种很棒的被动收入来源啊 可是影片拍好了放在YouTube 只能赚到广告分润 或是做业配销售产品才有收入 要怎么直接销售影片本身呢 所以影片本身呢 如果要拿来当成商品销售的话呢 你就不能够把这个影片直接放到YouTube平台 像我就是自己架设Wordpress的网站 然后再搭配第三方提供的外挂软体 就变成了一个开课的平台 它具有会员的功能 让我们把这个课程放在自己的网站上面 就能够在客户购买以后 让客户去成为网站的会员 只要登过这个网站之后呢 就能够观看线上的课程哦 可是怎么收费呢 目前呢 台湾的第三方金流公司 例如像蓝星科技啊 它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官网 免费注册一个私人账号 或者是企业账号 就能够开启信用卡收款的功能哦 然后呢 把他们提供的程式再安装到Wordpress的网站里面 你的网站啊 就能够让客户线上刷卡 线上转账 或者是让你的客户到便利超商去付款 那只要收到客户的款项 系统就会自动通知我们的Wordpress的网站 自动开通客户的会员权限 让客户可以登录观看他购买的线上课程哦 哇 听起来全部都是自动化的销售耶 那旧旧 你不就都不用工作了 我要负责做收服务啊 虽然客户购买的交易流程是全自动化 但是客户买了我的课程 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问题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在线上去解决客户的问题哦 比如说我用LINE去回复客户的提问 或者是直接用语音来沟通等等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哦 难怪旧旧会说 知识变现的利润高成本低 因为不用运送 不会过期 不用囤货 还可以线上收款 哇 听到这里真是让我感到好兴奋啊 旧旧 那要怎么样架车这样的网站啊 别急 旧旧就是专门帮人家架车这样的网站 你先想 一个网站的名称和网址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开始咯 知识和时间都是有价的 善用包装及行销的方法 转换成课程等知识型商品 将知识包装成实体书 电子书 CD 线上课程等 可大量复制产品 把知识变成成本低 利润高的被动收入 运用第三方监流公司 开启线上付费功能 让销售完全自动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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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